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e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延平北路 這邊的油飯 是之前那個粉絲說很值得介紹的 油飯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上次我吃那個鹹粥就在這邊 他的旁邊 這個是油飯店正面的樣子 這裡就是九泉街跟延平北路的交界處 這樣大概知道了 老闆娘我要一個中的油飯 這邊吃 中的油飯 一般是點豬血湯多還是肉羹湯多 肉羹湯是我們自己做的 肉羹湯跟滷蛋 謝謝 中的謝謝 你要外帶是不是 你要帶怎樣 好 那這個就是粉絲說很值得推薦的油飯 然後老闆娘講說直接加他的甜辣醬 現在就吃吃看 就是我原本今天不是要來這一家的 是 因緣巧合 原本我是要吃 一個太原街的 老麵攤 但是他休息到2月3號所以沒辦法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油飯 糯米口味是不錯 要吃 比較單純的油飯 就是沒有什麼肉絲 香菇那些的 目前我是還沒有看到料 哦 有看到點蝦米 好 這油飯加上這個 這邊的特製的甜醬 應該算甜辣醬 還蠻好吃的 哦 就很傳統的早餐 然後中晚才35塊 算蠻便宜的 算是經濟實惠 對啊 感覺滷蛋 感覺滷蛋是鴨蛋 很好吃 然後這兩個分數 我覺得都是90分 雖然他 油飯看起來還蠻素的 但是還蠻好吃的 所以你還要什麼 算是幾個 那要中小白 哪一個 中的 哇 這個滷蛋確實很好吃 那一個 他在多幾個 賣一個而已 賣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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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還蠻值得推薦的 確實不錯 應該是賣很久了吧 那個 粉絲你留言一下好了 再來是這個 肉羹湯 感覺今天這一攤很快就結束了 老闆娘講說他們這肉羹是自己做的 很好吃 就是 就是魚漿跟豬肉 還有香菇這些的材料 蠻樸素的 很傳統的 蠻好吃的 好 湯我覺得是88分 稍微有點清淡 感覺就是很平價的小吃 但是 但是材料我覺得用的還不錯啦 那個筍絲阿 香菇這些還不錯 好那我是一個油飯中的 跟那個肉羹湯 85 85 好謝謝 謝謝 全家這隻它已經賣多久了 60 60 60年喔 那油飯裡面有那個香菇嗎 有香菇 欸有香菇 喔就是那種很傳統那種 對 痾 那糯米蠻好吃的 謝謝 這樣子 好謝謝 那油飯好吃有什麼秘訣嗎 要問老闆 要問老闆 喔好OKOK 其實我們負責賣而已 喔負責賣 OK 好那這個湯感覺也蠻清淡的 下次可以試試看 是清的肉的 喔清的肉的 好謝謝 謝謝 好那個人覺得還OK啦 就是蠻平價的早餐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